現在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職場工作 而剛剛在這個情況 自己是新來的 其他人就是老臣子 但他們又可能比較固執 或者有他一套 看到自己做某些事情又做得好 又不抵得 或者是其他原因 對立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情況是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選擇了對立的道路 那麼 那個策略 目的是什麼呢 希望破解這個對立 目的當然是 當然有另一個選擇就是離開 但是 我想在這個情況 你不是想離開的 那份工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不過那幫人對立 那怎樣可以減少對立呢 我想大家引導大家去思想 那幫人現在和我對立 我想減少對立 有什麼方法呢 那你就開始想 有什麼方法對立呢 那 我們普通人想到的就是什麼呢 一樣招呼 一樣和他聊聊聊天 適合他心的事 聊一些 或者有時候送些東西 請他吃東西 有些善待他 有些人走不通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會走得通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 啊 都幾好 你都幾好人喔 這個希望可以達到 那有些人呢 他不自覺做了什麼呢 你一陣子我 我就縮在一邊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我就不管你了 那這個是自然反應 但這個自然反應呢 就造成更大的對立了 那更大的對立的後果是什麼呢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有機會攻擊的時候 他真的會攻擊你 因為他會在上司的路上 告你一撞啊 你做什麼做了不好啊 或者你一做錯事的時候就會對立了 那所以 就算我們在外面做工 都是和人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這個就是智慧的人際關係 就是我怎樣 有時候他有需要幫助 我都特意去幫他 不需要幫的 但我特意去幫他 那有時候人慢慢會軟化的嘛 那希望可以 那有些硬到不得了都不行了 那你就怎樣呢 都合頭招呼 有時候請了那麼多人吃東西 不是只是請他啦 請了那麼多人吃東西 買些蛋糕回來啊 那大家一起分啊 那他是不肯吃 就任他了 都沒辦法了 就是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是尋求神的智慧 怎樣軟化 我們以后點 吃點錯事 我們都不一定要遇的 我們都想塑造的 我們在那裡 我們啊 我們有時候 我們來開除 組閉組織 我可以幫你 我們說 我們來做一個 好嗎 我們可以幫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